市長們再多說一下 謝謝啦 辛苦了 繼續被台大學輪會突襲的教訓 林志堅10號下午現身中華大學 親自面對5位審議委員 要趕在下週結果出爐前奔力一搏 不讓論文爭議全盤皆輸 民進黨專責小組各種沙盤推演 舊化中華大學產生台大的骨牌效應 萬一出現最壞狀況 要全力協助林志堅跳出論文泥鬧 將焦點拉回市政訴求 以及主攻鄭文燦的強項組織站 但論爭議的殺傷令 已經反映在民調上 根據台灣民意基金會調查 公布最新數據 有48%認為林志堅應該主動退選 28.3%認為不應該 其中又以桃園選民認為林志堅 應退選的高達62% 比認為不該退的比例多三倍 另外在年齡層分佈 40到59歲的選民有過半 都認為林志堅該退選 其中正在就讀大學研究所的 20到24歲族群 更有高達7成2要他退選 顯示論文事件 讓林志堅失去年輕選民的信任 陳英文 本來我以為他會叫林志堅 認錯道歉退選就算了 沒想到他這樣一意孤行 我覺得年底選民 會用選票給他教訓 我告訴你 醫師22命了 醫師還幾百命了 包括這個縣制議員 我們先相信同志 那不過我還是強調 這個學論的問題是一個專業問題 是要在體制裡面來做努力 選舉要各自努力 那以政見 市政未來的發展 爭取選民的認同 就算不是曹原三選人 也天天被論文議題追著跑 論文的萬億效應 像滾雪球般越來越大 民進黨得試圖阻止不讓全黨 救藝人 巴效成藝人毀全黨 新新聞陳彩 陳志宇採訪報導